台方报道 观看南加州Southgate国际园中心小朋友的武术表演 更来到教室跟学生一起上堂中文课亲切互动 小小一间不起眼的中文学校 却让习近平在紧张的访络行程中停留了足足一个半小时 小园里挂满万国旗 墙壁上画上吉祥的飞龙在天 都是校方为欢迎习近平特别布置 而提起这位中国大人物 孩子们更独家跟东森记者爆料 他许下的承诺 他说他很高兴认为首席 他希望他能够回到我们 去到他的城市 然后再回到拜托和拜托和吃饭 我爱你习副主席 大声喊出鞋还不够 小朋友对习副主席评议近人的做方 更是影响深刻 大家赞赏 我认为他像其他人 他很愿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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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认为他很棒的领导 希望我们再次见他 虽然习近平已经离开了学校 但是学生对他的热情不减 非常希望习副主席能够再次造访 欢迎习副主席再来 东森新闻网友彭迪在洛杉矶的采访